智利的紅酒 它有一個新世紀紅酒獨有的 就是丹寧不會過重 聽到丹寧不會過重 我覺得還蠻好喝的 然後不太需要長時間的醒酒 其實就可以嘗得出來它的風味 然後有一點點花香 有沒有葡萄味 有喔 我覺得還蠻適合搭 可能金肉 牛肉 牛肉太重 可能牛肉味道太重 就是搭豬頭比較難 白肉啦白肉也有 所以吃魚肉可以嗎 白魚肉白酒 白魚肉吧 白肉魚比較適合 白魚肉 白魚肉應該還不錯 白魚肉 白魚肉 白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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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久沒上菜 下一次我就拿這隻酒來搭菜吧 可以啊 喔對不對 但是你這一通話如果被人家打槍的話 全部都沒有下去了 算嗎?你要不要再想一下我們 再重take一次 你不要亂人作孫啦 我們已經 一天沒有睡覺 然後 然後已經喝了那麼多 然後喝到這隻酒 完全醒過來 可以講這麼多好東西 是 看這隻酒 思路就變得清晰 大概跟那個紅 那個紅柳 大概是差不多分別 為什麼要折到紅柳啊 一定要紅柳 因為他要這樣做 喔喔喔喔 是是是 一定要take一下 要不要紅柳比較甜 紅柳比較甜 有無糖 要不要紅柳夠氣 要不要無糖的齁 我們對這是我們的真場 因為 每個廠商都一樣 就是說 他賣出去的東西 跟要別人做的東西 還是會有些 當然 還是會有 所以 阿紅柳 要說什麼 有 有